改成兩列 那一樣我是一樣是for i 等於什麼呢 for i 部分一樣是1到10 也就是每一欄的位置 所以一樣我們在這個上方就加一個什麼 全部折線圖好了 一個sub 這個sub的話我們可以把那個 剛剛人民幣跟美元當一個基準好了 然後Enter一下 然後底下的話一樣是跑個for 甚至你可以什麼 你可以拿那個之前的層次拿來改都沒關係 那大概主要的重點我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for i 等於1到10 等於是1到10列 那這個跟上個禮拜我產生一個k k的話其實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說呢 它的那個 k的值的話 指的就是說呢 它應該放在哪個縱向的位置 所以會有個k 比如說第一次的話 它應該是放在m1嘛 有沒有 第一個 再來就是 先第一列 再來第11列 再來21列 以此類推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col 指的是這個應該放哪一欄 那第一個的話是b欄 所以如果我今天底下用mid的話 那會隨著那個什麼for i的話 會隨著這個i的值去抓它應該放哪一欄 然後把它放在它的後面這個欄的位置 OK 那 理論上這個後面這個也要再加一個參數 那我這邊的話其實是做了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i mod2 特別是喔 這個i mod2指的是 求那個除以2之後的余數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它單數還是雙數 如果說呢 它假如說除以2之後的余數 比如說美元是1嘛 1的話呢 如果1除以2之後余多少 應該余1嘛 有沒有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美元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單數欄 單數欄的話指的是美元 這是第一欄 然後再來歐元 再來是英鎊 它們應該是排在左邊的 有沒有OK 那就是走的是這邊的 走這邊OK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 比較重要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美元的這個